水底香農會的脆梅DIY活動 今天來到宜蘭市農會 現場100多人排排坐 學習製作脆梅 按照步驟用鹽來搓揉梅子 拍裂、泡鹽水 最後靜置在瓶子內 完成後冷藏一天就可以食用 講模樣可以說就是 我們的酸鹼脂可以平衡 所以有些人覺得 不然是經驗成的水 就好平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可以說 我們中環市的用心 把我們的脆梅 可以讓我們所有的姐姐妹們 因為我們的健康 我們一定要酸鹼脂來平衡 給我們大家做脆梅 這個可以說 最健康的開心 這項活動今年邁入第五年 由水里香農會指派專業講師 指導學員用傳統古法釀製梅子 吸引不少婆婆媽媽來報名 市農會也贈送參加活動的學員 每人一包雪三米 藉此推廣台灣農特產 都知道沒有了 這個產品 是我們最健康的產品 我們市農會跟水里農會 辦理這個 都沒有這麼做 一定有四五年的時間 每年都受到 我們國會 親一下我們的市民 我們家政辦的辦館也好 還有很多外觀市 外鄉頂的人也好 都很想來參加 因為疫情的管理 所以說 我們可以說辦四頂 他鹽放下去 要把它軟軟軟軟的時 哇 那個療癒就都出來了 而且你還拿茶 講下去 這樣排出 讓他的鹽加進去 我們做好之後 吃到我們的身體 因為他是健康的 所以說 不但可以 來照顧農民的辛苦之外 也可以讓所有 這些做的人 可以非常的療癒 因為梅子生產有季節性 而且產量有限 兩天四場次的DIY活動 只能安排六百人來參加 錯過今年的畫 只能等明年了 還是在畫 在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欣採訪報導